通常老師來都是歌手 唱歌 要弄一弄 慢慢來 我弄一弄不太習慣 所以你知道他現在心裡怨氣有多重 已經怨氣到 他覺得他一定要上節目來說一下 不然過不去 我非常能忍 但是要讓我忍到受不了 也是一件蠻難的事 那你就這樣給你一個機會 你用一個形容詞來形容他這樣 什麼意思 修火山就是 變成事件都沒問題 如果弄起來真的不得了 有一首歌其實蠻可以代表他的 叫做 他真的是個性很 很像男子漢 很像男子漢 我第一次跟他認識的時候 朋友交 就餐聚這樣聚會 他就來了 那天我真的喝了蠻多的 其實我酒量也不是很好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沒辦法喝了 他一直喝了 他聽說你沒辦法喝了 真的假的 你幫我喝 你就是那種傻大姐 然後他自我介紹說 你好 江老師是不是 我是張詠琪這樣 那說你們還不熟 完全不熟 你不熟跳出來要幫他喝 我就想說沒關係 就前輩 什麼都很亂講話 前輩跟我們聊聊 然後說你老一輩 我也是滿年輕的好不好 然後我就想說 泰京都說已經不能喝了 我沒有說不能喝 要不要咧 我是 泰國下去 泰國下去不能喝 不是一樣嗎 不一樣好不好 既然要幫我擋 那不然這樣好 我就認妳當乾妹嘛 因為我們都姓家 對 妳總好有個明目 讓人家說 你可以幫我擋一下 幫我擋一下 對啊 對啊 真的擋咧 五分鐘 五分鐘 五分鐘就打開 表示他不是酒量很好 沒有酒量很好 可是有酒膽沒酒量 那是真的很好笑 你這樣還跳出來 還幫你喝湯 其實他這種很容易害死人 有的人這樣起衝突有沒有 本來人沒要打他就變了 打 殺死他 然後後來真的砍起來他地袍了 對啊 很扯 然後後來第二次遇到我 他說 哥 生日快樂 然後送給我一個東西 LV的皮夾 他很貼心 他一直都很貼心 很有心 然後我就 我真的要讓妳當乾妹喔 沒有 我心裡自己OS 從此以後我們就 真的是像兄妹一樣 好朋友喔 對 我們有時候去韓國嘛 他跟他 前夫啦 對 現在的前夫 我們去拍婚紗照 上飛機 他人朋友跑來跟我說 欸 鄉旗說不要先回家了啦 我說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沒有 我跟他翻妳啊 兩個現在不爽 我們兩個都不去了 我說你們兩個都不去 不是 我跟小菁自己上飛機 你去拍照 換你們拍 我們去 我去看吧 然後去到那邊以後更好笑 就是韓國很冷嘛 那時候大概是零下暴起 都完拍婚紗照 然後穿那個 爹地這樣 然後他老公就算 我就 我感覺很冷 不然妳可以幫我買婚紗照嗎 我到底是來玩還是來玩 你變經紀助理 你變助理 對 然後 站在湖邊 欸 這邊很好看 趕快來幫我拍個照 喔喔 那個照片要坐哪邊 你變攝影師 真的 然後還有後面還有 你知道逛街逛哪一半 兩個又吵架了 他們兩個又吵架了 又吵了 好笑喔 你是說他跟他前夫住不同飯店 還是你們 等一下 我有話要講 你好像跟我前夫兩個還不錯 好像是你把它推給我的 對 是不是 對 因為他前夫是我乾弟弟 我們是結拜兄弟 然後他又是我乾妹妹 我也扛到責任了 他結婚那天搞得好像是 前夫的老婆 他媽媽就他岳母你知道嗎 就是逛我酒 到底是我結婚還是他結婚 你是主婚人啊 他是美人 沒有 我是美人 他是美人 對 然後關隊以後就 我是醒來以後才知道 我跟他前夫兩個人 手牽著手 對 倒在那個 新娘房 真的真的 而且我 你知道我 我當時結婚是 我一個人送課 然後我就看我們兩個 手牽手 真的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撐住 然後我就一個人在那邊 送課 對 然後我們會 所以咱是廣場的離婚 喂 不要這樣好不好 不要這樣 我也是為了你們 扛滿多責任的